近日,唐嫣在宁波出席某品牌宣传活动,头戴奢华钻石皇冠,身穿香槟色吊带刺绣连衣裙,将她纤细的身材完美地展现,产后修养多时的唐嫣,依旧是标准的瓜子脸,小腹平坦,手臂没有一丝坠肉,一双细致的大长腿格外吸睛,就连生徒也很能打,少女感满满,唐嫣在现场的精神状态, 也极好,每每谈及老公罗晋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时,她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甜蜜的微笑,看来唐嫣真的是假对人啦,但在遇到罗晋前,唐嫣的情路十分坎坷,两欲渣男,为情所伤多年,1983年,出生在上海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的唐嫣,从小在父母父养女的理念中长大,在父母培养下,唐嫣琴奇说话样样精通, 但在生活上完全就是个小白,据她的经纪人透露,她连衣物上的污渍怎么去除都不知道,也不会洗卫生间的马桶,这大概也是她演了那么傻白甜角色的原因之一吧, 因为是粉色出演,做一个要忍受风吹日晒的演员可不是在公室里长大的唐嫣最初的理想,她的理想是当一名空姐,然而她却在一次又一次检查中,失去进入航空公司的资格,上帝关上衣扇门的同时又给唐嫣打了衣扇窗, 2001年,她参加了书磊世纪新全国选美比赛,凭借娇好面容,完美的身材,唐嫣一路过关斩将,意外收获上海赛区季军和全国董冠军,这次夺冠也为激发她进入演艺圈的想法, 2002年,唐嫣顺利考上中喜,和文章,白百合成为了同班同学,次年,张艺谋为错失幸福时光女仪的白百合找了个广告牌,同时张艺谋也看中了她的同学唐嫣,选其作为奥运宝贝,要从千万名学生中选取14名财貌双全的女学生,唐嫣是有多幸运,这也在她的履历上天上辉煌一笔, 但这朵温世里的花园不如自己或土而出的百合花懂得争其斗艳,在同班同学白百合勾搭上陈雨凡,顺利敲开金圈大门时,唐嫣还急,急如鸣,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也需要搭上一个过硬的关系才能发展起来,她把目光瞄准了成天娱乐,成天娱乐当时的大牌明星大多是由王金花从华裔哪边挖过来的,而成天一手培养起来的明星只有万人迷陈豪, 也是成天老总的前女友,可惜老总喜心念旧,左右江小爬,又有胖兵,陈豪愤然离席,再加上胖兵出人意料没加入成天, 王金花又自立门户,成天这时急需自己培养一名新人来担起大任,正愁没处去的唐嫣加入成天,成为王金带领的成天十九里的一名艺人,成天十九也是将唐嫣当作一姐来立好, 港媒更是把她称之为金公主,而金公主也是非常亲切地称王金为爸爸,这称呼也是够耐人寻味的, 延续让秋淑珍,红红走红的方式,王金也让唐嫣走性感路线,没想到吧,早年唐小姐也曾拍过不少的性感写真, 还将自己的首次荧幕床戏献给了曾志伟,曾大哥这油腻的样子太适合演闲猪手呢, 不得不佩服演员的心理素质,在王金立棚下,和唐嫣搭档的都是吴振宇, 黄秋生,曾志伟这些大咖,在拍神枪手和智多星还与方立身传出绯闻, 不过很明显是公司为了炒作捆绑的CP,这也可见当时成天对她的重视度, 然而令她大火的不是营造出的性感人设,也不是众星碰略的主角, 而是在剑三中的配角,我想很多人都是被唐嫣主演的子萱圈粉, 这个高冷欲解形象的子萱在剧中完全就是一个女神级别的存在, 为了白豆腐吃吃等了三生三世,这样的人设想不圈粉都很难, 原本以为人气飙升的唐嫣从此演绎事业一片辉煌, 但没想到此后接的角色清一色傻白甜, 再也没有子萱那样深入人心, 再加上她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 让她的形象和口碑都大打折扣, 2009年,在拍摄电视剧《生于80后》时, 她与高云祥相识, 对唐嫣一见钟情的高云祥硬是苦追了她两年, 但唐小姐当时想以事业为重便拒绝了她, 在娶了董结之后, 本该过着一家三幸福生活的高云祥仍不知足, 和王静一起跑到澳洲快活, 唐嫣应该庆幸当时并没有答应她的追求, 忽然被绿的就是她了, 不过躲过高云祥, 她却没躲过秋泽, 在遇到秋泽前, 因为拍摄剧三, 唐小姐和老干部打成一片, 两人互动频繁, 被传出绯闻, 但后来大家才知道唐小姐并不是她的菜, 两人只是好朋友而已, 2010年, 电视剧下加三千斤将唐嫣的事业推上了另一个高峰, 跻身到当红小花旦的行列, 这是因为这部剧, 让她和秋泽因戏生情, 戏还没拍完时, 秋泽就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 体帅的外表再加上会点甜言蜜语, 又懂得制造浪漫, 唐嫣便沦陷了, 但怕影响事业发展, 两人选择不公开恋情, 有媒体采访前, 担心唐嫣说漏嘴, 秋泽总是要叮嘱她好几遍, 生怕唐嫣将她们的恋情公布出去, 一心只有秋泽的唐嫣对她是言听计从, 娇生惯养的唐嫣甚至让助理教她怎么刷马桶, 在秋泽拍戏时, 主动到台湾帮她打扫房间, 但她的全心全意却没有得到秋泽的珍惜, 不断出现在报道的花边新闻, 看着她和其他女星的亲密照, 唐嫣伤透了心, 这段还没公布的恋情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谈及秋泽, 唐嫣几度哽咽, 甚至后来还传出唐嫣为爱割腕的消息, 后来她澄清是在切水果的时候不小心伤到手造成的误会, 此后, 为了尽快走出情商, 唐嫣就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两年的时间拍了近十部电视剧, 被评选为精英女神, 事业蒸蒸日上的唐嫣找回了自我, 同时也收获了新的爱情, 唐嫣和罗进在《乱世佳人》首次合作, 彬彬有礼的罗进, 对甜美娇小的唐嫣尤其照顾, 想必是因为上段感情伤唐嫣太深, 她对爱情失望了, 也对新恋情缺乏安全感, 从《乱世佳人》到X女客宫, 再到克拉恋人, 锦绣未来, 两人共同出演的作品越来越多, 关于两人的绯闻, 双方工作室都公开否认过, 直到2016年, 唐嫣33岁生日时, 两人才主动在微博上官宣, 等恋情稳定后对外分享这份喜悦, 这大概是对彼此最好的保护和尊重了, 官宣之后他们就开始光明正大的秀恩爱了, 晚会上, 看到唐嫣裙摆太长, 担心她半岛, 罗进在舞台上蹲下身子为她整理裙摆, 只有眼里都是她才能注意到这样的小细节吧, 在无数观众面前塞堂给唐嫣, 观众被强行塞了一把狗粮, 这对荧幕CP从戏里甜到西外, 2018年, 罗进为唐嫣在维也纳举行了一场浪漫的婚礼, 唐嫣最终也嫁给了爱情, 次年, 唐嫣就在微博上分享怀孕的好消息, 安心养胎的唐嫣极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大家对宝宝的预产期和性别都十分不错, 而这次产后复出, 唐嫣也澄清了双胞胎乌龙事件, 言语之间都洋溢着出为人母的喜悦, 本来坐月子是女人最容易发胖的阶段, 但唐嫣却将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反而是奶爸罗进胖了不少, 这大概是被爱情滋润的样子, 前段时间有媒体拍到罗进和女助理举止亲密, 被疑似出轨, 一向温和的罗进面对谣言并没有选择沉默隐忍, 这已经伤害到唐嫣, 三个字霸气回应, 澄清谣言表明自己的忠诚, 也给足唐嫣安全感,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希望他俩一直好下去, 也期待他们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